上次你筛选出来的两家公司 我已经联系过了 但宏图建筑觉得 这个项目超出了他们的能力 他们明确表示不会参加招标 那极通建筑呢 他们给的答复太暧昧了 时间不等人 我觉得我们应该找找其他公司 你觉得 嘉业公司怎么样 嘉业 没有听过 是 因为这个公司 是去年刚刚成立的 他们公司规模小 跟我们也没有合作过 所以你不知道 但是我考察过了 他们公司虽然规模小 但是做事认真负责 也够专业 你觉得呢 我 既然是讨论 就说说你自己的想法 是啊 依然 我在之前的公司 也接触过一些小的工程公司 有些确实不太行 不过有一些 只是因为他们实在是没钱 规模比较小 所以接触不到好的大的项目 实力确实还可以 可是嘉业 你看 依然也觉得可以 反正就是个招标 不如我们就给他一次机会 让我们看看 他到底有多大的能力 好 给他们发一份表书 好 没问题 那我现在去准备一下 对了 依然 这次的招标 你和我一起筹备 回头我们商量一下 表书的事 我 怎么 我现在使务不动你了 不是 不是 放心吧 我已经跟方总说过了 方总已经答应了 我只是觉得 这么重要的事 我不知道能不能行 你对自己 怎么这么没信心啊 我可是一直很看好 你的能力的 那好 那我就努力试一试 表书一周之内 就要交给各个公司 不能耽误 所以最近可能需要 辛苦你加班加点了 另外还要注意一下 标书的格式 项目的细节和要求 也要反复确认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是该说你天真好呢 还是该说你装糊涂好呢 他不需要这样的变化 你根本一点都不了解他 开个条件吧 你要怎么样 才肯离开方总总 一人 你觉得时间可以吗 会不会太赶了 要不然 你实在完不成的话 你提前告诉我 没问题 我一定准时完成 那就最好了 贺总 怎么了 我想知道 你现在是不是还觉得 我不应该留在公司 不应该留在方志友身边 是 那你现在 你是不是想问我 为什么现在对你的态度 完全变了 坦白说 我之前针对你 一方面是出于公司 另一方面 是出于我的私信 我喜欢方志友 很早之前就喜欢了 所以当时知道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消息之后 我确实是有点接受不了 至于我说的那些话 你就当是我嫉妒你吧 你喜欢方志友 怎么 你不知道啊 这又没告诉你吗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没有秘密 无话不谈呢 看来是我高估了你们之间的感情 他确实没告诉我 不过我相信他 要么 他就是觉得你是他的朋友 要尊重你的隐私 要么 就是他想 这不是重要的事 就忘了说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总之 在工作上我会全力以赴 也希望贺总 不要因为感情的事 对我有什么偏见 你 做得还挺细致 足可以以假论斟 不多下点工夫 怎么骗得过方志友 嘉业只是一个空壳公司 虽然你找人做了一些假资料 但能不能骗过方之勇 我不能保证 是否能骗过他 我也不自信 但我相信你啊 他对你的信任 是别人比不了的 我知道该怎么做 以后我们还是少见面的好 贺总 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 走出这一步 可就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我决定的事情 从来不会后悔